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GN0的九分结个图 谢谢你的九分 谢谢GN0的九分 哇 这个第一次见特效 谢谢你 我真的真的 就是播十分钟就下播去 去收行李 然后争取十二点前睡觉 因为七点钟就要 七点钟就要起床 去坐高铁了 头发都做好 有没有可能是我今天 去剧场公演了呢 呃 注演 不会啊 不会啊 明天 我已经收了 收了 百分之 九十了 就差一点点 所以应该 十分钟之内能收完 谢谢后来的巧克力 行李箱多大 很小很小的一个 我又不去几天 我就只是 只是 只是 带了个 荧光棒 带了个 春天器带了 身份证带了 春天宝也带了 谢谢什么呀 的巧克力 就是 已经 万事俱备了 谢谢一只 小蜻蜓的玫瑰花 只欠 见老婆了 倒在 集穿 凡天 XXX 博言三眼光盘 真的 万事俱备 只 差 见老婆 是啊 是啊是啊 明天要去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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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要去香港 明天要去见老婆 是的 不会吧 我没有多HIGH 我觉得 我现在只有困 除了困 我没有任何的 别的想法 撞老婆了 我不去场外 我要去逛街 因为和妈妈一起去 如果 让妈妈陪我 一直在场外 等着的话 有点 不太好 金天宏 好 玩得开心哦 对 就是 很开心 很开心 可以 看太阎的 演唱会 我明天本来也要上班呀 请假了 会注意安全的啦 还好啊 我 以前 其实香港 对我来说 还蛮熟悉的 因为以前 经常会去 因为 有亲戚 在香港 所以 其实 以前也经常 会去香港玩 所以 对我来说 去香港 还是蛮熟悉的啦 但是 就很紧张 我也很想 领应援物 但是 感觉 妈妈这样子 会太累了 对 广州去香港 真的很正常 妈妈这样会太累了 就是 如果 让妈妈 就是说 陪我 一直在场外 领应援物的话 所以说 就是 去到 先逛会街 再去 然后 看看还能不能 剩点什么 给我领吧 妈妈 没有票 搞了很久 没搞到 对 明天急速打卡 明天应该 提早一个小时 左右去吧 我还不打算化妆 不打算 一整个素面朝天 就 哎 我还不知道 香港 霓虹 它是最恐怖的吧 那个 心跳地势 去霓虹 是让我 一定不会打地势 坐电车 再怎么慢 也 一定要坐电车的 高铁上 当然是选择睡觉呀 七点 八点 七八点的高铁 当然是选择睡觉 嗯 对 所以去香港 通常都会选择 也是坐 高 地铁 或者轻轨 日本那个电车 说叫快线 还不如叫慢线 我觉得我 走路都能比它快 晚上肯定能睡着 我 我还好 我是通常是看完 我才会 睡不着 看之前 其实没有太多的触动吧 看完我会有 那个演唱会后遗症 就是 会满脑子都是 那个演唱会 就睡不着了 所以也没 没打算 后面几天睡 而且 我本来入睡就 不靠自己呀 我本来入睡 就有能帮助我 入睡的东西呀 所以就算我睡不着 对 还没有机场 百度车快 赞同 本来我入睡 即使我入睡不了 也有 也有东西 可以助我入睡 所以我现在 从来都 不担心自己 失眠 明天房间看发疯 说不定我能忍住呢 我明天一定要忍住 不在大家面前发疯 明天我不会刚 明天不会一个晚上 就久久加了吧 今天好胖 受不了了 拨不下去了 今天太胖了 今天可能 明天晚上可能真的 看一场演唱会 我就发了几百条信息了 我就可能 全程都在叫 因为 因为 因为我感觉口袋 于我而言 就是一个朋友圈 不能老是发朋友圈 扰名吧 我又没有微博 可以喊 就是别人 发疯都是在微博发 是吧 我又发不了 那我能在哪发 口袋呀 是吧 可是 盘欧全发疯 谢谢 GNZ的第二个九分 几个图 谢谢你的九分 谢谢你 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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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能到口袋里面发疯呀 你们应该不会嫌弃我明天发疯的吧 应该不能吧 我明天要是 要是明天 明天 整个房间都是视频怎么办 明天整个房间都是金太炎的视频怎么办 听一首歌发一首歌怎么办 明天 现场会有多少 对哦 确实哈 应该通常演唱会里面都会 现网 是吧 因为 因为会担心 直播 什么的 或者会现网 现网 不过发消息应该还是可以的 啊 也是 但是也听说确实是会有现网 因为 因为也会阻止说 现场直播什么的 你当然很激动 哎 不能激动 我要睡觉的 你们看今天主演了吗 哎 那确实 看了吗 看了我的温布顿和荣耀日了吗 我刚刚看了 温布顿 好可爱啊 受不了了 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总能遇见你 就好像 普攻音 什么什么 的约定 音缘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呀 音缘应该是 瑞婷 他们那个版本的吧 对 跳的荣耀日 啊 冥冥之中的 约定 温布顿还挺好 挺容易的 跳起来还 而且我终于穿上了他们天使尾巴的 衣服 从偶然的时候 我就想穿了 偶然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很想穿他们天使尾巴的服装 因为我觉得他们这套衣服真的好好看 就是觉得服装部是真的很用心的给他们做衣服 16的 测个整包 20下包 我觉得服装部真的有在非常非常非常用心的给天使尾巴他们做衣服 我的外卖还好 最近没有被 就被偷过 不是 两次 不一定是被偷了 反正就是两次 不这样 不是说嫌弃净装 说你的衣服哈 但是 咱们 实话实说 这个 我没有去Drive 我 本来 要去掉电控的 结果那天 阿姨已经关门了 然后 第二天我就回家 我跳过天使尾巴啦 跳过的我就不会再跳了 然后当时 我就说 天阿 为什么就是净装圣女没有新衣服 但是真的 只有净装圣女的衣服不是新的 他们的都是新衣服 什么成型主义 天使尾巴 呃 不眠之夜 爱恨的泪 全都是新的衣服 只有净装圣女穿的是之前前辈们的衣服 谢谢小爱的羊羊马 晚上好 晚上好 就当时就是 只有 只有 净装圣女是穿的之前 他们的 衣服 我是20分钟准时下 对 真的 真的只有净装圣女是 是 是 是旧衣服 不是 嫌净装圣女衣服不好看吧 好吧 确实 你们知道吗 净装圣女 我是一号位嘛 当时 对 是条结伴的 有是一号位嘛 但是给我分配的衣服 大家都说不适合我 因为我本来就没脖子 本来就没脖子 他给我当时净装圣女分配的衣服 衣服如果我那个拉链拉到顶 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 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完整的把拉链拉上去过 都是让阿姨留两厘米 留两厘米不拉 我就是没有脖子啊 我哪来的脖子 没有脖子 所以我现在都会避开穿有领子的衣服 但是当时 凭什么给一号位的衣服 居然那么不适合一号位 我不知道耶 反正我知道是之前八班的时候 他们的净装圣女的就是这一套衣服 就是之前净装圣女 八班的时候就是这套衣服 黑天鹅 黑天鹅那个衣服才到这儿 怎么可能会没脖子呢 笑死 好了准备走了 去卸妆 然后洗个澡 然后收拾一下行李就睡觉了 但是我底下是空的呀 我不能穿完全那样子的衣服 走咯走咯 谢谢王蜜桃的小风车 好久不见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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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去给我 看到我的抖音和微博 知道了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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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